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灵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圣明之下 他也曾别血公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心疯 让我们翻开大藏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接草鲜花变得 虎斗几时修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声一杯茶 我们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东风标志 宾州师瑞大宇茶馆之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 咱们说到 大幕将起 秦王命定玄武门 制定计划 防夺二人即进攻 暮色四合 李世民摒退了所有幕僚 只留下了长孙无忌和悦之静德 他命无忌前去 传召已经被逐出秦府 为其参加此次密谋的 防玄灵和渡入会 关键时刻 他需要这两个蛮腹韬略的左右手 一起制定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 可是脸上呢 却写满了沮丧 他转述了防夺二人答复 奉皇上旨意 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 今日如果私自觐见 我们必死无疑 所以不敢奉命 这怎么回事 很显然 防夺二人 这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 目的是看看李世民 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听完这消息 不然打怒 对于知静德说 宣灵如会一起判我烟 说完 唰了一声抽出了自己的配刀 递给于知静德 说了一句话 公网官职 若无来心 可断其手一来 把他给我杀了 自治通鉴 一百九十一卷刑 刚刚片刻之前 李世民还在彷徨反复 现在反应如此的激烈 由此也足以看得出来 倘若说李世民不是早已经说服了自己 单凭辅疗们的怂恿和煽动 那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的决心 所以掌孙无忌和玉世静德 再次去找方宣灵和杜如会 说大王决心已定 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 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 得分开行动 掌孙无忌特意让方宣灵和杜如会 换上了道袍 建议掩人耳目 然后和玉世静德分别绕道 匆匆的赶往秦王府 当天晚上 秦王府亦是厅中的几盏烛光 彻夜的不灭 一直燃到了第二天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日的清晨 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 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长安的上空掠过 太使令就是天文台的台长 副一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 久久凝望苍穹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片刻之后 神色凝重的负义迈着急促的步伐 匆匆进入了太极宫 向李渊城上的密奏 太白剑秦坟 秦王当有天下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做这个天下吗 倘若如此 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对 这不可能 只要自己还活着 就绝不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 随其命人传秦王入宫 让他面圣 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武德殿内 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玉榻上 秦王毕恭毕敬地贵服在地 李渊把复义的奏书猛然扔到秦王面前 嗡声嗡气地说 自己看吧 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李世民悄悄地瞥了一眼 他不用看也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这个时候李世民朗声说了一句话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很长时间 不是怎么回事 我让你看 你也有密奏 你有什么密奏啊 于是乎 把秦王的奏本拿过来 打开一看 李渊的脸刷了一下就绿了 怎么着呢 李世民密奏的是 太子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时感觉着血压一下上去 脑袋都快炸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 还是你秦王血狗喷人的 你造谣种伤恶意诽谤啊你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地欺负 欺不过呀 嘴里不断地喘着出气 没等他回过神来 秦王接着说 陈渊兄弟无私豪福 金玉沙尘四位侍充贱得报仇 陈亲亡死 勇为君亲 魂归立下 是齿日见诸贼 这是一百九十一卷 自治通鉴 说一千到一万归根结底 还是细强之政啊 李渊的心底里发了一声长叹 你们兄弟三个难道 真的就谁也容不下谁吗 你们非要逗个你死 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 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做一个了断了 就在明天吧 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治众臣 命他们三兄弟入宫 当面对峙 把事情彻底弄个谁落实处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 不管怎么对峙秦王这场官司 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 谁主张谁举证嘛 秦王你既然提出了指控 你说秦王和这个太子淫乱后宫 那你得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 你来支持这个指控的罪名呢 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工会丑闻 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 即便说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家和宫女出面指证 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呢 退一步说 就算太子和秦王真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李渊当然想到这心里也一咯噔啊 是吧 除非被你秦王捉奸在床 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 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 造谣重伤啊 所以这六月四日的对峙 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程而已 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 就算我不治你个死罪 最低限度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的终结 秦王啊秦王啊 是你自己把自己避上绝路了 你可别怪父皇 不念父子之情 别怪朕对你瞎重手啊 李渊扔了一句话 明早就问 如意早餐 说完这句话 头也不回了扶秀而去 什么意思 明天早日我们就当面对峙 我在堂上审你们 我在我的大殿上审你们 你应该早点来啊 或者早餐的意思呢 可能更多的是告诉他 你想好了你该怎么办吧 一切等到明天就清楚了 等到六月四号就清楚了 李渊愤愤的笑 等到了明天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这天晚上 长安城万籁聚集 一轮皎洁的明月孤悬夜空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 静静的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下 没有人知道他正在假眉 几个时辰之后 他就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当中醒来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 星光见势 残月僵隐 繁华的长安从凝厉香软的夏夜之梦当中 悠悠的行转 晨光细微当中 已经有一些美丽的夹蝶 铺绳的斑斓的羽翼 在坊间的花丛中来往穿飞 无数晶莹的露珠凝结在花间柳梢 叶麦草间 仿佛十万颗亮晶晶的珍珠 一同点缀着千尘不染的长安城 街色的酒楼和茶坊 夜开始陆陆续续卸下了 紧闭了一夜的门板 京郊的农人推了一车车 新鲜的瓜果蔬菜 从博物当中陆路走来 谁家的少府 默然推开一扇雕花的长窗 袭袭暖风照旧温柔的 扶过他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 此刻无论是长安的男人 还是女人 通常会兴奋地张开双臂 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熟悉的早晨 揽入怀中 尽情地拥抱着温馨而醉人的 太平时光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的早晨 有谁会闻见一股星山的气息 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的早晨 富贵幽荣 妩媚的长安又如何容得下阴谋杀戮和死亡呢 然而 马蹄声还是响起来 刀剑和盔甲的铿枪声还是响起来 这样的声音清晰坚硬冰冷 不容置疑 他们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 来自一颗历经善恶之火煎熬 淬炼并且最终胶筑成形的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从秦王府骑持而出的这只 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 支扑玄武门 玄武门 太极宫的正门 皇城进军的囤住地 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 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谁控制了太极宫 谁就控制了长安 谁控制了长安 谁就控制天下 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 依旧是那个阴气逼人 神色冷峻的秦王 和他并配齐驱的 就是即将在两个月之后 母仪天下的秦王妃长孙氏 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 秦王府的十个文臣武将 他们是长孙无济玉 之境的侯军级张公锦 刘施力 公孙武达 独孤炎云 杜军冲 还有正人泰李孟长 在他们后面 是秦王宿所续养的 数百名精锐武士 时日 在玄武门当值的 禁军将领 长和早早在宫门接应 秦王等人到达后 立即进入有力地形埋伏 这个长和是李世民 很早就布置在 玄武门的一颗棋子 据长和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 以公为左右萧綦 永迈三军 声超齐摧 令从尹太子讨平河北 又与曹公李世纪 穷追宣朗 贼平 刘振于有州 六年 奉斥应接赵郡王 于蒋州 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 赐金刀子一枚 黄金萨挺 令于北门 就是玄武门 领建而掌上 九月六月 九年六月四日 领总北门之计 由此可见 长和记追随过李世民 也曾经跟随太子李建成 一同出征 但是到了武德七年 便已经被李世民 暗中纳入自己的阵营了 并且被放在了 玄武门这个要害的部位上 同时被李世民 收买的玄武门禁军将领 还有 静军红 吕世衡等人 而李建成 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绝没有想到 在这场迟早会来的 巅峰对决中 秦王李世民 竟然齐先一招 控制了玄武门 控制了这个帝国的政治 和军事中枢 李建成失算了 就在李世民 扶兵玄武门的同时 后宫的张杰鱼 十万火急的赶到了东宫 把昨天晚上探知的 秦王密奏 一无一时告诉了太子 太子立刻通知了齐王 齐王警觉的说 应该立即 集结军队 随时待命 如果 这个时候 咱们应该 托机不朝 静观其变 如果李建成 听从了 这个李元吉的建议 那么李世民的 这个玄武门之变 也就彻底落空了 而太子和齐王 也就将躲过 这一场灭定之灾 那太自信了 他以为 曾经骁勇强悍的秦王 如今已经是 一只被剪除了 翅膀和利爪的苍蝇 再也无力波及长空了 所以太子对齐王 露出了一个 不以为然的笑容 说 位数部队都已集结待命 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 关注事态的进展 太子的自信和轻敌 就此是 铸成了大错 在这个夏日的早晨 他们就这么 策马走出了东宫 从而走向死亡的深渊 走向一个 无可逃脱的 历史的宿命 太子一行 缓缓行至灵狐殿的时候 内院的景致看上去 依旧美丽安详 可是李建成的心头 却忽然生出一丝 不祥的预感 周遭的一切太干净了 静得就跟一座空山幽谷 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背脊生寒 李建成说不上 这种怪异的宁静 背后是否暗藏杀机 可是强烈的不祥之感 还是像水上的涟漪一样 迅速的在他的胸中 弥漫开来 李建成不由自主的 更生就给勒住了 曾几何时 自己心里 这感觉不对呀 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他嘀嘀地对齐王说了一声 恐怕有变 刹那之间 齐王看见太子的眼中 充满了一种 无以名状的恐惧 他们下意识地 一起调转码头 可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策马 立于玄武门 巨大的阴影之中 他在这里静静守候 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刻的来临 时光似乎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既流动得如此缓慢 而艰难 又消失得如此仓促的瞬间 到最后 李世民甚至不知道 自己究竟在这里 等待了多久 是一瞬间 还是一声 他只知道 当那两个熟悉的身影 和一堆侍卫 缓缓映入他眼帘的时候 所有的正常知觉 才在一瞬间恢复过来 他的手心 立刻沁满了 细密的汗珠 心脏就像一面 隆隆的战鼓 在他胸中是剧烈的雷动 仿佛随时都会 击破他的胸膛 太子和齐王越走越近 李世民看见一束阳光 正在他们 神情巨傲的脸上 闪烁和跳跃 他们其实都还年轻 大哥这时候 才三十八 正值圣年 或许正在信心满满的 期待着登基玉籍的 那一天 四弟就更年轻了 才二十四 美丽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然而就是如此年轻的 一亩通胖的生命 却马上要在自己 手中变成两具 僵硬的尸体 变成两缕 参策的亡魂 一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李世民内心的某个地方 又不可遏止地掠过了一针战力 就在李世民神色恍惚的片刻 太子和秦王 忽然掉头而去 刹那间 冥冥中仿佛有一种 不可抗拒的力量 推动了李世民 狠狠地甩下了马鞭 剩下的骏马 立刻上 离弦之剑般 从玄武门的阴影当中 积极而出 飞驰在武德九年六月的阳光之下 那一刻我们仿佛可以忘记 一个英文决绝的李世民 就这样从阴暗一遇的武德 一下子跃入了华丽灿烂的真观 把另一个无奈而伤感的李世民 永远遗落在玄武门 巨齿而撞的阴影之下 遗落在不堪回首的 武德往事之中 很多年以后 当日渐苍老的李世民 预感到自己即将结束 在人世的这一趟辉煌演出 他总会情不自禁地 屡屡回望武德九年 那个夏天的早晨 在泛黄的视线 和依稀的泪光中 暮年的唐太宗 看见青年李世民 依旧孤独地助力 在玄武门下 助力在那个 没有人愿意触碰的 历史的安角 任世间花开花谢 沧桑变花 任天上云卷云书 日月轮转 那个年轻的李世民 却永远定格在那里了 他的目光 依然是那么焦灼迷惘 他的神情 依然是那么痛彻而感伤 无死之年 念六而已 据说晚年的李世民 曾经在某种场合 发出过这样苍凉的一探 什么意思 我在二十六那年就已经死了 玄武门的那段悲情往事 也许终归是李世民一生当中 永远难忘的一场灵魂之伤 在这一生宿命般的叹息当中 有谁能窥见这千古一地灵魂中深藏的暗伤和隐痛啊 又有谁能参透这一场玄武之伤当中 有关人性和政治的种种拥有关人性和政治的种种奥秘和玄机啊 李世民 究竟如何动手 他又是如何取得大唐的天下呢 与之后事如何 切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